我告诉你啊 今天的视频有点长 细节也比较多 你要是学会我这道菜 家人一定跨你厨艺高 首先肉末里面加盐鸡精 胡椒粉 料酒搅拌均匀至粘稠 备用 紙切斜面称一刀 浅一刀的方式 切成均匀的夹刀片 我每天都在用心教大家学做菜 点个小红杏 咕哩咕哩吧 谢谢 切好以后 把肉末像我这样晾在茄子的夹成之间 然后用土豆丁粉 裹匀全身 这样便于成菜的口感和形状 烧油中间我们调个料汁 碗中加一小勺清水 适量的酱油 少许的蚝油 胡椒粉 盐鸡精 白糖调味 蒜泥 葱花 小米辣 搅拌均匀 正色价位 油了放洋葱丝 立位过一下油 垫在砂锅里 继续把裹好粉的切合 放在油锅里 适成油温慢炸 等到表皮金黄烙出 整齐的码在洋葱上 淋上调好的料汁 扣盖烧5分钟 就好上桌 这样烧的烙磨茄子 绝对是你家餐桌上 最受欢迎的那道菜 快点去做起来吧